观众朋友午安欢迎来到中天五间新闻 我是邹倩玲 那么这个美国科罗拉多州的电影院枪击案震惊了全球 台北时间昨天晚上呢 这个凶嫌Holmes首度的在法院出庭了 看起来表情既冷淡又诡异 那么跟他刚刚被捕在居留所里面 表示你好像在演电影啊吐口水啊 那个样子判若两人 那么法官裁定下星期一就要宣布起诉Holmes的罪名 身上背着12条烂射的人命 警方可能会对他求除死刑 两眼直视默然坐在位子上 但诡异的双眼不停闪烁 夺走12条人命的嫌犯Holmes首度出庭 但大双眼时而低头时而直视前方 表情茫然脸上看不出一丝悔意 Holmes身穿暗红色球衣 头上顶着血墨的橘红色染靶 自从他被捕以来对于犯案动机始终没有说过半句话 尽管有消息指出他可能疑似感情受挫 但便没有获得证实 而检方将于7月30后宣布起诉Holmes的罪名 可能包括了一级磨杀 至于是否求除死刑 将与被害人的家属商议 只是24岁在校成绩优异的年轻人 怎么会犯下如此恶行 也令人相当不解 最新消息指出 恶姆斯上个月曾经试图加入涉及俱乐部 显示他可能早已计划滥杀 犯案当天也被邻居目击到行为异常怪异